高雄騎經上午又淹了 騎經渡輪站前方道路淹到腳踝深 甚至有些地段水深半顆輪胎高 市場內攤販寥寥無幾 仍有民眾涉水買菜 馬路上有騎士驚險同行 見起非常大水花 隨著颱風逼近加上年度大潮 騎經渡輪站 傳統市場又再度發生海水倒怪 人車都要涉水 馬路上到處漂浮著垃圾 目前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整個高雄港這邊 已經是風雨相當的大了 24號上午高雄市區開始 明顯感受到風雨越來越強 旅運中心也有遊客誤觸警報 讓鐵卷門突然下降 引起一陣虛驚 也有工地鐵門進不起強風 整個吹倒 不只高雄開始有颱風氣氛 在台南安平也因為漲潮 加上風雨 安平海水倒灌 水不停湧入民眾家中 住戶只好拿出兩部小型抽水機應急 住戶拿出擋板又拍箱抽水機 眼看流進來的水越來越多 怎麼擋都擋不住 整個家中也越積越多水 警機正派六部大型抽水機 加上先前的四部水利局 總共已經準備好十台抽水機 在滴挖處戒備 水溝蓋不停湧出水來 遍布整個街道善影響交通 這裡是屏東東港 不少民眾家門前也因為地勢較低 已經積了一大攤水 屏東還沒有雨勢 也因為漲潮海水倒灌 就怕颱風影響最劇烈的時候 水位越來越高 凱米颱風來襲 南部開始出現風雨 預估5號到25號影響最劇烈 而氣象鼠預估 南台灣雨量恐破1800毫米 超越北台灣 因此民眾千萬不要輕忽 TVBS新聞過手唱葉鳳達南部綜合報導 奧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惹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VBS 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